艺人捧恰恰跟许孝顺最近是转战舞台剧演出隔壁倾家 但是因为票房不错 今年将三度加演 同时这次还请来了鲍比天后王彩华的加入 我爱的无奈 只是小小的中央 草根未始祖的唱腔 聚聚土漏生活的心酸 唱出曲折多变的人声 艺人捧恰恰这回不在意无厘头的搞笑方式演出 而是一本震惊的唱出演绎人声的歌 最近捧恰恰由电视圈转战大舞台 让三度巡回演出舞台剧何必倾家 剧本方面做了些微的小更动 然后人物也有些变化 但是基本上是故事体制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会在导演 我们大家一起研究之下 让他更精准更为准确 而且让台下的看戏的朋友更容易懂 《隔壁亲家》是改编至本土作家 廖宫德的小说 描述两位主角因为社会演变 而导致人生的差别待遇 曲折多变的剧情和悲欢离合的场景 让戏中主角的心境产生变化 充分反映武林年代台湾的社会背景 应该是可以引动很多观众 他的生活里面就是胜不交败不奶的那种感觉 因为很多人他有钱就败白了 但是在这个剧里面你可以慢慢看到 真正那人性的在很多的不一样的那种 命运这条线画下去之后开始慢慢转变 老牌校匠不自我受限 求新求变的演出希望能获得观众支持 薄比天后王彩华也挟着最近的高人气 亲自为彭佳佳和徐孝顺加油打气 呼吁民众多多支持本土谷居 人间卫视江明冲阳安捷台北采访报导